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音乐广场 我是陈奕俊泰祖 今集我们的嘉宾 继续有香港音乐人协会的代表强哥 还有King Sport Media的代表人Michael哥 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们两位 上集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强哥 你们的协会将会有一个大搞作 将会和King Sport Media来一个合作 这是什么节目呢 我们在11月18日将会设立一个演奏会 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对我们音乐人的影响很大 因为这一年很多人都没有公开 很难有公开 希望可以寻找基金 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 希望可以度过这个疫情 希望 另外也想问Michael 我们平时在King Sport Media看到这么多制作 这位是King Sport Media的代表人 就是Michael 有学校出了你 看钱了 哈哈哈哈 也想问Michael 今次你们会如何和香港音乐人协会 做这个合作呢 这次我们公司就会和音乐协会合作去搞这个演奏 我们这边就会负责赞助这边 拍摄、录影 还有我们会用我们的平台去推广 希望多些人知道这件事 11月18号这个音乐会 多些人来捐款 帮香港的音乐人 告这个疫情 多谢 多谢你帮忙 再问强哥 到时这个音乐会会有什么表演嘉宾呢 我们的嘉宾也有很多 有黑妹姐 又有苏珊 邓子峰 大L 还有麦杰文 这个节目是怎样的形式进行的呢 其实我们也是 好像一个演奏会的形式 有嘉宾 还有另外也有乐队表演 两个乐队的客户 还有可否介绍一下 到时还会有什么合作单位 现在我们也希望多些合作单位 可以赞助我们 我们也在等待 现在暂时有几位船长 他们肯捐你现金出来 有些事情我又想问 Michael Kingsport Media是怎样想到 去和香港音乐人协会 去搞这个活动 这个其实 跟强哥聊天之后 我们觉得我们的理念很上升 我们是做文化 D-part Sport 强哥这边音乐人 是很强劲的 我们两个就好像聊了之后 不磨而合 就会想到这些事情去搞 其实一个平台 我觉得是多些东西 给人看 就会多些声音 强哥说回音乐会 到时是会在哪里进行的 我们现在就预订了 尖打嘴会堂 尖打嘴会堂那里的座位 他本来是给800个座位 你知道现在疫情的关系 应该都是一半的座位 就是要隔开的 400个 还有到时会不会有企业 没有 我们全部都是座位 那售票情况现在是怎样的呢 现在 如果400票 我们现在都卖了200多票 那我还可以在哪里卖的 以下这个网址就可以卖到 除了卖票之外 是不是有纪念品卖的呢 是的 我们自己印了T恤和帽子 希望多些善长人用可以赞助 捐赠给我们 我们又会送一套纪念品给他们 那些纪念品是包括了什么呢 T恤和帽子 是的 到时我是在买票那里可以直接买到 还是我来到纪念时才买到的呢 其实不是 我们在网上都有 也有传出的 其实在网上都可以买 可以直接做到网购 是的 另外想问问 除了这个演唱会之外 Kingsport Media 未来会和香港音乐人协会 会有什么合作的方案呢 现在有一个节目叫做 《动音乐乐队场》 是什么节目呢 就是给一些喜欢音乐的年轻人 我们给一个平台 可以让他在这里发展 他想的 就是给一个舞台去 是的 大家有时在街上都看到有很多Busking 其实他们都很喜欢音乐 只不过是没有一个平台给他表演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平台 我想他们都很乐意来参加 这个我都感觉到很有意义 因为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做Busking都会受到影响 或者受到限制 如果有这个平台 令他们的才华得以发挥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义 而且值得大家支持 但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支持 这个演唱会 我们再重复一次 就是这个演唱会将会在 今年11月18日 是星期三来的 请大家去踊跃买票 亦都多多支持Kingsport Media 和香港音乐人协会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今次就很感谢 两位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不够将来再和大家聊 好 拜拜 拜拜